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訪問聶頓柴王Vincent 很感謝鍾哥請我今天上來作為第一個嘉賓 相當厲害 分量重 別這麼說 在我心目中你真的分量重 別這麼說 大家客氣、大家表演 我做銷售整整40年 做電腦茶的銷售 去年年中剛剛30年 去年年中剛退休 60歲 去年後我很榮幸、很高興 國內的聯合尼華 就請我上去做一個茶務顧問 適逢他也想大力發展港式奶茶 我的茶顧問是港式奶茶 Tea Consultant Hong Kong Style Mew Tea 大家知道了 涼盤是聯合尼華其中一種產品 涼盤是涼盤茶的生產商 當然是有口箱 是 我一進去聯合尼華 30年前就開始做這款茶 在那個時間我一直看見 很可愛的 他們沖茶 當時還未曾有機會給我賣爐去沖茶 公司不需要 後期公司也給了機會 我負責看香港外門的批發師 在那個時間我也開始接觸一些大集團式的餐廳 今天上了時間 是 一直做的時間 我開始接觸多了 我一定要自己去豐富自己對茶的知識 當然 當然 那便自己公司申請買一些假衣 買一些爐 買一些壺 買一些壺 那些器皿自己去拉 研究一下 對,研究一下 因為我做過產品 我沒理由不熟過產品 研究一下自己的茶如何 是 客人說有甚麼問題 即是哪一種茶禮 我拿回來試試 還有不同沖泡的時間 有甚麼不同的表現 或者用不同的奶速度 有效果會怎樣用 是 我也有幸參與過你的訓練 別這麼說 各有各的茶的長處 是 我們不可以說別人可以 別人喜歡我的茶味 他有個要求就是這樣 或者我們喜歡這個茶味 我們自己覺得那個茶味好 就不代表別人不行 我們客觀一點 是 取材很短 沒錯 後期一路 我自己都去浸淫 在茶方面一個併配 怎樣做tasting 即是試茶、品茶 煲茶是不同的方式 是怎樣做的 當然我們的煲茶方式 不代表一定是標準 不一定是對的 角色角法 角色角法 做出來的時間 有它的特別 沒錯 我們只是說自己 我們是這樣做的 做一些網站 工作方式 分享一下 說回我們禮盤有甚麼特色 因為我自己夠膽說 禮盤我是最熟的 肯定 這個不用懷疑 但是你說所有紅茶、泡茶 或者買茶 我不會熟得過你們 因為你們接觸都比較廣泛 我長期浸淫鈴盤 所以我對鈴盤的品牌 質量發展 和周邊鈴盤的市場發展 我都比較熟悉 在培訓的時間 我會多些資訊跟大家說 亦都很幸運 公司都派了我去過 我們在東非 肯尼亞、Kanya 海里橋的鈴盤茶園 我也去看過他們怎樣採茶 製茶和加工 鈴盤茶園在肯瓦 茶園是比較大的 肯定 如果在我們全球的茶園是最大的 肯定 概念好像有1,000個足球上大 也很高興 公司也給了機會 我去過兩次私能卡 也實地看看茶園怎樣採茶 然後回去茶園加工 怎樣去製作 亦都參觀過那個 我們叫T Auction 就是茶葉鏡頭 這個我也參觀過 高山茶、低山茶 也有不同的層套 都去看過去一個鏡頭的特色 拍賣官一卵嘴 對 說慢一點 我們學會 我們是聽不到的 好像唱歌 沒錯 我們是聽不到的 這是一個歷練 是一個經驗 在過往這30年 理論上我做茶都覺得相當豐盛 公司給我很多機會 學了很多東西 亦可以實踐 說回在蝙蝠茶發展度 香港聯絡利華 去年都出了三種茶 三種冰杯茶 沒錯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三種 還有兩種是國內版本 大家可以看看 大包那些是香港版的 阿鍾哥的手勢 現在你先品評一下 剛剛我做的 你的20%冰杯茶 我們試一下 再談談 那你就給我一些意見 我的沖泡方法 我不要不說 大家 合不合格 研究一下 因為我剛才說 大家都說 沖茶是國師國法的 是 看看我露茶是怎樣做法 或者區份 客人的類別 是有不同的 有些人喜歡喝茶 是比較濃的 是 比如你說在寫字郵區 旅遊區 就不喜歡喝太濃的 要不收貨 對 他現在沒想到 你也沒想到 我會想到 我覺得這次是 你也要去吃 你也要吃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我會想到 茶味較輕,它可以沖濃一點 因為這個茶的原意就是厚身 茶厚一點,較濃一點 它將來的夠,和香 它將來的夠,對 如果茶粉加粥,可以塗的 顏色更濃,不要緊 也有人喜歡,會的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太過… 我們稱為夾口 那些不是夾,口口比較濃 會覺得味道太重 有些人不喜歡,有些人喜歡香滑 但我覺得香港普遍喜歡香滑 如果我自己喜歡… 所以要出兩種,所以三種 我自己比較喜歡… 可能已經入行一段時間 我自己比較喜歡厚實一點,重口味一點 我們試得很久,和一年紀 我們喜歡香滑,我們喜歡厚一點 是… 我們覺得實在一點 尾電比較實一點,不要太浮 沒錯 因為你喝了… 沒有分離感那麼大 對,喝的時間很舒服、很滑 一會就不過了 很喜歡喝,如何好喝 如果看不到,就是這個問題不實在 浮 我們稱為後段 很多時候都會說後段 對 大家一直都有交往 到現在都… 我記得大概… 我看你到現在大概10年左右 我這裡… 如果我創業來說 應該是15年 時間過得很快 沒錯 你對三個市場的港式奶茶文化 或者做這個行業裡 怎樣看這三個地方正在做的事 分別 最成熟和系統化 應該是香港 也是最遠遠流暢 超過80年 我可以說是正規一點 澳門比較特別 澳門我沒有考究 應該沒那麼早 沒有那麼早 而且他們沖茶的方式 跟香港不一樣 而且喝茶的口味也不一樣 譬如香港當然喜歡用一種 最漂亮的黑白奶 沒錯 澳門說是酥的 澳門不知道為甚麼 他們不喜歡用… 很多都是用自私奶 我知道 不是只有一種 最多是用一種 就算全自私奶都不喜歡 他們覺得酥的 我覺得這個是完美的 不可以說錯 大家的飲食文化不同 而且在他們普遍來說 喜歡喝茶也不太濃 如果用我的口味就覺得很淡 國內,尤其是南邊 就是比較接近香港 因為大家知道 早十幾二十年前 香港很多廠進軍國內 不多不少帶動了港式文化 在附近周邊開了很多茶餐廳 有時候當時也是國內的 有些香港上去開的 即使國內的都會請到香港水巴上去做 也是 一路承傳 你說師傅教育 都要有人跟 沒錯 跟著一套就跟了香港 深圳堂尤其接近香港 太密切了 太單上消費 它要迎合香港的茶味 它的茶甚至有些更濃厚 對,虎虎虎虎也有 我當初是沒有片抹茶都用的 是 全部都是自己去… 我記得我年輕時也是… 除了一個大公司裡 一個牌子是最有名的拼貝茶之外 其實很難聽到外面有拼貝茶 有,但當時不普及 不普及 而且市場也沒有這個要求 所以我覺得以前的茶餐廳 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個性 後期,我想大家都知道 2014年的時間轉捩是怎樣 香港的港式奶茶沖泡技藝 2014年就進入聯合國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裡 大家要清楚 是奶茶的沖泡技藝 不是一杯奶茶 那為甚麼人又衰虛 一杯奶茶 國內也是的 我知道 國內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是的,國內也有 是的 在那個時間開始 大家留意到 很多餐廳都雨後春筍 有很多年輕人去追訪 又激烈了一個奶茶文化 又刺激了 當時開始很多 甚麼冰室 冰室 甚麼冰室 現在也很多 他們要復古、懷舊 現在一直都有 現在很多 名字都想到盡 沒甚麼要想 沒甚麼要想 漂亮的名字都被人想了 沒錯 但現在冰室和以前不同 以前冰室抽失點 沒有廚房 現在冰室是茶餐廳 有小菜 近年在香港茶餐廳發展 都挺蓬勃的 當然有良有不審 現在有些做得挺好的 都會用傳統的拉茶 是的 但當然他們要有一個系統的培訓 新的派水巴 以前的水巴是沒有培訓的 有些有心、有興趣的 做…我們叫企堂 是的 留臉 他上去看看可不可以 很多時候有些企堂 很有趣的 他有心 不是經常都那麼旺 他站在水巴 跟水巴打吵架 聽一下、學一下、望一下 叫他頂上時間 一直頂上 很多都是企堂 慢慢演變做水巴 因為真的… 在我的年代沒有一些 什麼樣的奶茶培訓班 水巴培訓班 以前沒有 現在有些 各個風格 如果你說自己用人手工拉茶 但叫做拉茶 我們是撞茶 習慣出來叫做拉茶 是 如果是自己混茶 那你出來 每個師傅都不同 除非你手茶 你一邊跟開 會喝出來 因為手法拉茶 焗茶方法不同 或者它本身的茶有少許…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是茶的農產品 很多時候不會手手 都會很標準 是的 會有參癡的 甚至是青 或者骨頭鞋子 水分高 對 你要用在撞茶、焗茶的時間 令它比較完美 不要說最好 完美呈現 當你做茶 我當你自己混 你可能用三個多個茶混 每一種組合 有時候有一種都會失魂 不舒服 那我的茶一加起來 就會影響 那些人手拉茶 就可以在那裡 教一下時間 拉法、焗茶的時間 或者在奶裡自己怎樣調教 無常 可以令它有些變化 還有一個問題 是 如果我們怎樣 再繼續推廣這個奶茶文化 我也明白 近年一個 就是茶市場的潮流 市場很難留意 尤其近十年八年 一個台式奶茶 剛剛我也想爆出這個問題 很激烈 香港和大陸都很厲害 十幾二十元杯 二十幾元杯都有 很厲害 但它又加些什麼 什麼芝士、奶蓋、果汁、果肉 令到整個出品豐富了 是 今次喝這個味道 下次喝這個味道 會否一杯奶茶 十年、二十年 港式奶茶就是 是 但人家可否加其他呢 亦都不容易 那麼花巧 不過 如果一旦行了 你很難要走回頭 譬如你說 自家的河茶售品牌 我覺得是有個性的 是 有個靈魂在這裡 有個特別的風味 不是去到一間茶餐廳 比如一間這樣 一間的味道 如果老闆願意 找個比較常識的水包回來 然後搭茶 你操縱又自己帶回來 自己搭茶不一定很貴 應該叫水包師傅 在不繁忙的時間 用茶機拉下 用餅麵拉茶 第一 可以培訓它 令它有這樣的技能 還有這樣的熱性 亦都可以有賣點 我也有拉茶 這個所謂可以成全 或者有些 它沖一下沖一下 覺得特別一點 反而可能會沖一下 會沖一下 水包 你可以讓它舒服一點 但我覺得水包 基本功 一定要需要拉茶 一定要有 我們出來做培訓 我剛才這樣說 你沖一下沖一下 你會感覺自己有興趣 是的 出來的茶味痛 就是一樣 我沖一下沖一下也很有興趣 我覺得用這個潛移物法 叫做輕教育 不要一定要這樣 因為它全部轉身做生意 現在比較困難 弄一弄一弄 會覺得挺有趣 一樣的 就是跟我開始 你沖一下拉茶的時候 茶會看到 也有一個賣點 我覺得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 你兩者都用 不是叫你用一個 我覺得 潮流很難逆轉 即是怎樣令它 可以走回傳統一點 很難走回頭 拉茶這個做法 還可以一路轉下去 如果不是你那個 夜非物質文化為產 也沒有 即是你想取代 一些台式的茶飲店 是很難的 它們都會有一段 太弱流強的 我不覺得它好像 董式奶茶可以流過80年 我對這杯奶茶 很簡單就是色香味 實際上是五個步驟 這杯奶茶每一部分都是完美 才是一杯完美的奶茶 顏色我們要呈現一些 我們不應該叫虎白色 虎白色是茶未加奶 是嗎 虎白色是形容檸茶 對 如果是虎白色的茶底 開出來的奶茶是漂亮的 它是比較鮮潤的 沒錯 有一點啡橙色 不會沉的 不會像一杯咖啡的 不會像泥水的 不會像泥水的 在牙色上先吸引 香 通常我們一看一杯茶 聞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股奶和茶相容的 一種奶乳 就是茶和奶的香味 我們的茶乳相容 一杯茶是不行的 我們找到一杯奶 聞到一杯肉茶 好像中藥味 我們一般喝到很多 我這些茶根本是不行的 是 味道實在分為三部分 味道不單是喝的味道 或是迴金 我們味道首先 拿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順滑 到中段你會感覺 那杯茶的厚度 那個茶身體 有濃度的感覺 感覺比較實在 然後到最後我們 後來的回甘 到最後 喝奶的時間 奶和茶 跨著喉嚨 你有一種金味 那個金味在喉嚨回蕩 停留得比較久 我覺得這樣 就是一杯最完美的奶茶 最後這個問題 你有甚麼任務 還有甚麼期望 要交給我呢 實際來說要在這個市場發展 當然是在香港業界 一時要撞擺年青黑班 去承接這個做法 無論在實戰方面 在實體方面 看看是否可以 會多辦一些分享會 網站 或者培訓班 我希望從年青黑班 或者初入職的 一直培訓 讓他們有興趣和熱食 教他們怎樣沖茶 私茶 一班朋友的時間 要多些認識別人 大家互相交流 做這些實體的分享會 因為人力、物力的時間 需要很多 所以未必能開開很多 所以在數碼世界 是要發展的 現在是數碼 Facebook 或者YouTube 很多人來參加這些分享會 或者這些工作坊 除了想看看有甚麼新的東西 或者近期有甚麼新的工具 有甚麼美的可以試試 或者你的手法和手法有甚麼不同 他還想適合行家 是 適合行家 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 從頭到尾 那麼多屆的 金茶王 茶姓、茶仙、茶厚 這樣 起碼拍照 一張照片 在餐廳也照顧 會有很多不同類型 不同人的要求 我覺得這些 都是未來發展 可以吸引到一些 想學習沖茶 會參考 你一直不把這件事推廣 每個人都懂得做一部茶機 便完成了 所以其實我之後會做的事 也是做更多關於這些 沖泡、品飲的事 當然你可能在行內有資歷 說起來有賣點 是 你說的時間 有內容 不是浮誇 是 聆聽 所以他會覺得吸引 有人願意參與這些聚會 對 那我就叫他聰哥 可能比較老套 我訪問Vincent 他覺得失手 真的沒有辦法 林先生 教育方面 可以盡量說多一點 我們都有做參與的 他說 喂 很好喝的 聰哥 讓你喝 喝完之後 我真的想套出來 謝謝